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人最前线 我是钱冠周老师 那么今天的行情来讲的话 走出一个开低震荡流下影线 往上拉高的部分 而且今天的期货盘 在昨天的夜盘几乎是打到最低点 那今天来讲的话 直接开盘就比这个夜盘 涨了要100将近开高100点左右 再去做一个往上拉 那最后是一个收小红的局面 那么这样的行情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打出一只黄金右脚 开始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买点吗 我们这样讲 在先前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图表里面 我们如果把这个图表放大来看的话 上一次前波在上周四之前 老师大概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以上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逢高出托 我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几乎是在这一两根K线 老师请我的会员把所有的股票全速出清 不管是我们买的台胜客也好 或者是国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获利出清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这一段下跌包含 昨天老师的会员在晚上的时候来讲的话 睡得非常好没有压力 因为我们的股票是没有持股 当然在整个期货的部分 我们有去做不空或选择权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有去做不空单的这个动作 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 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不会遇到这个所谓往下跌的一个风险 或者是说遇到这个行情比较不确定性的时候 那么你该怎么去做操作 或者是说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同好 来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行情或者是个股 会有所谓向下修正的风险的时候 你应该要在高点或是在适当的时机 作为出场的依据 或是能够做立即的一个出场停损的动作 我想在目前的位阶来讲的话 停损的概念是非常重要 那么看到这个线图来看的话 上档如果说在以今天行情来说的话 留下一根下影线 那么其实大概就是针对2月 大概是2月10 前一根大概是2月18号 在2月10号左右吧 2月10号左右的这一根低点 去做一个技术性反弹 那这是指数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期货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的低点应该是说昨天晚上 夜盘的低点是打到将近半年线之上 一点点的位置 所以说今天的期货开盘 不管是互盘也好 或者是说呢 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或者是说真的是多方主力大户进去了 我们后面再晚一点在老师的Telegram 大概在下午4-5点左右 老师Telegram 再把这个今天的一个多空笔把它放上去 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入老师的一个 这个电报Telegram的一个部分 那你才会知道说后续晚上所公布的筹码面 跟所谓的一个到底哪些股票值得关注 我想这块来讲的话会在我们的一个Telegram里面 去做一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线图来说的话 下档是一个支撑区 那么我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暂时多方的一个利手区块 那至于说后续行情会这样子浮药至上吗 会这样子走吗 很多做都可以说我上看12000 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要去做一个开始去做打第二只脚 去做一个逢低摊平 或者是逢低进场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现在我们的策略还是一样 这边的情况来讲的话 最好的部分来讲我认为是走出一个横向整理 后续大概是横向整理 那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也不错 如果说行情没有这个所谓大幅往下修正的风险 那么在老师来说的话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还在低档转强的个股 我想老师在过去选了几档股票 我们从这个去年一路这样做起来 包含像400多块左右的国具 包含像是台胜科在119块 对不对 包含像是上瘾 上瘾老师在27几28几 就是由我们高端会员清代会员 就做一个直接进场 包含像旺宏我们也做了一段 包含像是前面像是这个奇力星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变动元件的个股来讲的话 大亿啊我们都做过一段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找所谓的什么样的股票呢 找低档 而且是股票刚刚筹码刚刚去做一个往上转强的部分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个股来说的话 唯有筹码刚刚转强 股价位阶在低档的这块个股来说的话 才能够在现在的盘式里面 能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往上操作价差的一个机会 那在我们的图表里面来看的话也是一样 现在我们的策略还是一样 只要行情能够去做一个稍微守稳 稍微守稳 能够不要去做一个连续性往下跌 像昨天晚上真的很紧张哦 昨天晚上来讲的话 虽然我们是没有持股 但是我们还是为大家担心就是说 这个地方你会不会 该卖的股票 你没有去做出托 那反而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一样去做追高的部分 那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在整个行情的操作过程当中 来看的话 如果你做到像是2478大一对不对 你说被动约很强嘛 结果今天怎么走 我们看别党股票这线还没跑出来 2327也是一样 国具 你说国具很强嘛 涨价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去追高啊 你是不是还是留在一个 所谓的一个追到短线高点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话讲的话 你就不能去做任何的一个追价 那我想前面强势的6488的像是环球晶 对不对 那像这种个股票来说的话也是一样 今天留下了一个上影线之后来说的话 那其实 你在这个地方去做所谓的一个追价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会遭遇到风险 那么像是之前很夯的像是原相也是类似 今天走的就蛮强的 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个中断整理的局面 那我们再看到大盘说 好了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行情在这个地方做震荡整理之后 那么会不会后面就扶摇直上 还是后面去继续做个盘整呢 所以我们现在策略来说的话 我们就是找怎么样 找低档刚刚转强的标的 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我们说是强帽客也好 或者是短线的价差操作也好 我想我们后续的策略 大概会定调在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再看到在整个国际局势 真的就是这么安稳了吗 首先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是昨天晚上 满价红对不对 满价红是好事吗 这个是昨天晚上美股的走势 你看苹果跌4.75% 这个Amazon跌4% Google跌4.29% 昨天道琼期货跌1000点 昨天费半跌了多少 跌了5%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武汉疫情还在扩散中 那有人跟你说 这个特效药已经出来了 瑞希韦德还是哪家药厂 所做的这个药 他真的出来了 可是为什么出来之后 疫情还是持续扩散呢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在武汉封城 开了三四小时之后 又说武汉还要继续封城 这样的一个风暴真的结束了吗 我想后面来讲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资料 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再看 在前些日子 像现在来讲你说 这个今天开低走高打出第二只脚 所以我股票没有卖是对的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或者是说我现在是空手 但是我正要准备逢低进场 老师跟老师的会员 我们的股票会员 我们不管是清代的也好 或者是简讯会员也好 我们目前就等待 最后的一个极佳买点 或者是真的有个股出现 这个筹码面开始浮现 买进幼运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逢低进场 你说是明天吗 我不知道 是下个礼拜吗 很难说 或者是下个月 我想这些来讲的话 我们都不用在这个地方 去做定论 但是我跟大家讲 等到讯号一出来 就像是我们之前低档 在二八几 二七几 去低接上营 做了一段往上的行情之后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准备要等到 最好的买点 或者是等到 这个等到你准备好之后来讲的话 跟着老师去做一个操作 那我们再看到图标里面来看的话 也是一样 昨天对不对 美股大跌嘛 这个 几乎各个指数都是往下修正 对 老师跟你说我们的股票会员 今天早盘之前 今天之前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持股 期货会员 我们在 11650电影上的空单 今天老师清代会员做一个出场 那么期权会员的一般会员呢 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把选择权在上礼拜四 礼拜五之前 所布的空单部位 做稍微的减码 都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那我们这样做为什么 行情要进入一个 比较震荡横向整理 或者是反弹也好 那我们当然操作上来讲的话 期货选择权操作是怎么样呢 是你要灵活操作 你要顾到 作为一个分析师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 掌握到 你必须要顾及到 我们会员的保证金状况 不是说这个行情要往下跌 我就在这个地方做空 那么行情反弹100点200点我都不管 我就要你逢高空逢高空逢高空 我都不在乎你到底有多要保证金 我想这不是我的风格 我就以设定 我们最小单位 该下多少口数 我就这样做设定 比如说30万的资金就可以 30万的资金 你要留一口小台子 两口小台子 或者是留5口 10口20口的选择权 就这样子 永远都是30万 所以不可能说30万资金 假设我被车空好了 我叫你一路逢高加码 一路逢高加码 那总会让我空到最高点 对不对 我想钱老师啊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毕竟我是期货的专业出身 那么在这样的行情来说的话 我一定会顾及在会员里面 你的保证金开矿 所以我们就是以最小的单位 去做一个下单操作 那这边来讲的话 有哪些个股在这个地方 你还是要去做一个留意 刚刚我们回到这一个 我们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 譬如说这档是 譬如说原相对不对 你看目前还在高档震荡 可是他已经没有过高 像是3406 这个郁金光 这个就是这样子 他就算是最近里面相对强势 那你有没有可能在 行情在守稳的过程当中 你会找到这种个股 他有可能去在这个地方 打出迪步区 这种个股你要注意的啊 为什么 因为在下档的季线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回政大 有没有 在这种案例是非常明确的 在股价拉回之后 拉回之后我不要追高哦 我不是叫你买在600块 我是跟你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留意 可是你要什么时候留意 什么时候可以去做一个正式的切入呢 那就是老师可能会在 行情适当的时候 或者是说准备筹码有一个明确突破的讯号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带我的清代会员 去切入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个股 让这样个股的股价比较高 我们再举一档 这个1325 最近很哈嘛 防疫概念对不对 你看今天这个线跑不出来我们换一档好了 我们一样看2478出来了没 好你看 你建议追价有没有 如果你看最近的被动元件 涨价题材对不对 因为大陆的产能出不来 因为韩国可能有些问题 那么你去做所谓的一个追涨价概念来说的话 那你是不是追到大役追到国具 你是不是留下一个上影线 我想这话来讲的话去追高操作 他就不是老师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战方针嘛 我们就是找低打 比如说像3406的玉金刚 这样的一些类股 他是来到一个我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要操作 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是说他来到一个支撑区 那我们大家看后续 他是不是有一个低档 筹码开始去做一个转强的迹象 我们这样来讲的话 就可以去做我们一个操作的一个标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投影片 我们看一下还有很多没跟大家说明 好 这个是今天老师 一早盘8点半马上发的简讯 因为8点半还没开盘嘛 对不对 8点半的时候 刚刚是美股到穷跌签点 那我就跟我的会员说 我们开始 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权会员稳赚的部分 选择权我们上礼拜 开始大幅转为空方部位 上礼拜 老师的选择权 期货会员 转为空方部位 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做个减码 这是我早上8点半盘前发的讯息 赢家的部分是老师的一般会员 简讯会员 股票的部分 我们上周四开始全面临时股 那你说今天的这个开低 虽然说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跟我没关系 但是昨晚的美国道琼大跌1000点 台子夜盘大跌180点 跟我也没有关系嘛 我的会员睡得很好 我的会员也是很安稳 没有压力 我也没有压力 因为我们没有持股 我们现在就是蓄势待发 准备等到一个 比较好的出手点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一个逢低抄底的动作 所以你要跟老师去做一个逢低买好股 或者是逢低做价差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要在现在 你就要准备好办好你的入会手续 不然我在进场的时候 我在盘后录影音 在跟你讲说我进场了 我在盘后的这个Telegram 再告诉大家说我进了哪些标的 那都是已经是比较适合的讯息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去找我们的服务人员 你可以在老师Lite留言 你也可以找老师Telegram 你去填写表单 或是你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来 找我们的业务人员服务人员 你就跟他说 我要加入前观周老师的 这个待进待出的一个方案 短线价差的方案 股票的方案 那么我们就会带大家 在适当的时机去做一个操作 那老师的清代会员呢 我们除了股票临时股之外 我们11650点以上的空单 今天找盘出场 为什么 因为行情要 又要恢复到一个盘整了嘛 那我又是一个短线做价差的这样概念 我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老师几乎没有太多的 看大多头 还是看大公头 我就是随时操作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来讲的话 我想大家也一定要去扫这个QR Code 因为我们在盘后的时候 今天录影完 这个下午录影完 我大概4点多左右 4点到4点半 会把我们的这个影音 放到老师的Telegram里面 分享给大家 或者你也可以到宇宙TV 去找到老师的 前方找到老师的影音 但是你最后的速度 你就是扫描QR Code 这个电视的QR Code 或者是你已经有Telegram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在ID有一个 好像是放大镜的这个符号里面 你去搜寻 法人最前线 金钱的钱 你不要打错字 或是你直接找QR Code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时时刻刻 首先下午 你先看老师的影音 那么下午到晚上呢 老师的筹码资讯 老师的选股资讯 老师的行情分析 甚至晚上国际盘有重大变化的时候 老师也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我的看法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我要大家去做一个 跟进操作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再看 这个疫情来讲的话 到底这个地方结束了没有 这个表格是 我在农历年前 开始去注意的表格 好当时来讲的话 主要是看他的一个确诊数字 这个黄色线 橘色线 确诊数字 好这一个红色 红色确诊数字 黄色是疑似 那么 还有治愈跟死亡 好一直到2月11号到13号左右 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峰值 对不对 那是因为中国改变了他的一个计算方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讲 你看到后续哦 后续的数字越来越小 对不对 最近两三天 中国所公布的这个确诊数来讲 他都只有几百例 好我要问大家 这个东西 你相信吗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 好这个数据是从老师昨天开始 公布置给大家 公布置给大家 那这个数据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数据告诉大家说 我要把去除中国之外的这一个确诊的 武汉肺炎所确诊的数据 可以看到到昨天为止 上到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的数据来说的话 这个新增确诊数都还在持续创高 那这样的前提之下来讲的话 你说现在会是非常好的买点吗 还是说你要跟着老师等到最佳最安稳的时刻 准备要疫情开始要峰值往下的时刻 你再去做安全的投资布局 或是安全的下差操作呢 我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重点来讲的话 我在今天跟大家讲 目前整个行情环境 并没有真的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步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即便今天走出一个开低走高 拉下引线的一个行情 我只能说 他或许有机会 假设能够短线的止跌 即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也可以让我有去挑选 所谓低档做价差的个股 那如果说能够等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长线落底 那我们就要开始布局大规模的多方部位 所以这段来讲的话 欢迎大家好 在不管是在下午的影音 或者是接下来在Telegram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直接加入老师的一个会员 我想这段来讲的话就非常重要 你加入老师的会员 我想后续来讲的话 至少我们在这个波段 从武汉肺炎开始爆发以来 我们的会员是获利的 所以你要跟随怎么样的老师 你就找钱贯州老师 谢谢大家